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走进冬奥会计在线的网络课堂 接下来我们继续讲解的 依然是第二章增值税法里面的第一节 关于征税范围 您可千万别嫌烦啊 我们在整个增值税里面最难的 莫过于征税范围 它比后来要说的出口退税还要繁琐 就是各种分类 您发现了吗 我们之前就刚刚给大家讲了 对我们说把增值税的征税范围 分成一般规定和特殊规定 一般规定五指山讲完了 然后我们又刚刚给大家讲了 特殊规定里面的特殊项目 那么您在写我们的第四份作业的时候 您就得把特殊项目 您得写出来吧 一共是五项对吗 好从本讲开始呢 我们就进入到了增值税征税范围的 特殊规定里面的特殊行为了 那么特殊行为分成 适同销售的行为和混合销售以及兼营 在这里面最重要的莫过于 现在要讲到适同销售的问题 好我们本讲就开始了啊 您来看看是不是我们已经说过了 关于适同销售特别特别重要 您看看几颗星啊 对三颗星 那么什么叫适同销售呢 首先我们要解决一个 什么叫做适同销售 就啥叫适同销售啊 那正常来讲我们说增值税 就是一个流通转让的税 你流通了转让了 那肯定就是销售了 对吧 那你销售了交税 没毛病啊 销售了就应该去交税啊 算销项税额啊 再减轻项税额等等啊 对吧 就应该的 但什么叫适同销售了呢 您从这个字面上就能看出来 就是没销售 但是税务局觉得 你这样的行为 好像要损害税务局的利益了 或者你这样的行为 会影响到增值税链条的完整性了 那么税务局一声令下 也是为了保全自己 就送给你四个字 适同销售 就是你认为你没卖 但是我适为你卖了 所以这就叫适同销售 那么你可以理解成 适同销售就是税务局在做自保吗 第一个是保自己的利益 另外一个是保证增值税链条的完整 那好 关于适同销售 我们说它的这个内容特别重要 它的工作量也挺大 一共有多少种情况 您得先来跟我啊 看一看 我们来看一下啊 适同销售的第一种情况 是将货物交付其他单位 或者个人代销 指的是代销中的委托方 然后接下来呢 又提到了代销中的受托方 这是两种了 然后还有呢 是关于总分机构之间的第三种 然后还有第四种 第五种 第六种 第七种 第八种 第九种 第十种 然后您看还有第十一种吗 第十一种情况说的是 财政部跟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情形 没有具体内容吗 它也是税务局怕在具体的生产经营过程中 发现了什么漏洞了 然后税务局想说 哎 你得适同销售了 你没有根据啊 所以是税务局给自个儿留了个 这个这个 就是留了个后路 弄了个其他 但是我们从考试角度来讲 从现在的正常的生产经营方式上来讲 还真的没有 所以真正的适同销售就几种 就十种 看着啊 首先你要知道 真正的适同销售就十种情况 但是在这十种情况当中 其实又分成了两类 前八种情况是针对于传统的增值税而言的 前八种情况是针对于货物而言的 货物本来一直就是交增值税的嘛 那么后两种情况 就是我们说的第九种情况和第十种情况 它是应改增过来之后的 原来他们在交营业税的时候 有营业税的规定 现在已经变成增值税了 税务局也怕它跑了 所以也是同为销售 所以你要知道啊 其实我们是属于八加二等于十种适同销售行为 这个八呢 指的是传统的跟货物相关的 二呢 其实就是跟应改增相关 就十种适同销售 那么这十种适同销售 我们一个一个的给大家介绍 它是我们每年综合题当中必考的点 当然十种情况并不是每一个都重要啊 大家跟我一个一个人来看 呃 先来看这句话 他说呃 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或者下列行为 哪下列行为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十种行为 视同发生了应该交税的销售行为 所以就是视同销售 下面这十种情况 我们是把它视同为销售的 那么这十种情况当中 您看主人公说的是谁 说的是单位 当然这个单位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就是企业单位 啊 就是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 那么个体工商户是个什么概念呢 我们到呃 后面也会给大家讲到 就在学增值税的时候 您经常会听到其他个人 听到个人 有有区别吗 说个人等于不等于其他个人呢 还真不等于 在增值税里面 您记着啊 只要说个人 我们一般来讲 纳税人说的就是单位和个人 但是在提到个人的时候啊 它是分成两种人 一个叫做个体工商户 看着啊 一个叫做个体工商户 就是我们家门口那种小买卖人 对吧 卖个菜呀 什么这个卖个早点呀 或者是卖个小卖锅啊等等 他们都是往往就夫妻店 那这就是一种组织结构 组织形式叫个体工商户 那么个体工商户 跟业主本身是不可分的啊 就是夫妻两个人干的 或者就一个人干的 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是个人里头的 叫个体工商户 那么除了他住他起照了 他叫个体工商户 我没起照啊 那我叫啥呀 其实我也是个能眨眸眼的人啊 这时候叫什么 叫其他个人 看着啊 叫其他个人 所以您在学增值税的时候 一定记住了 只要看到个人两个字 它是既包括个体工商户 也包括其他个人 它是两个 所以个人等于不等于其他个人 绝对不等于 个人是个大的范围 能理解哈 所以您看我们在市中销售里面 压根就没把你我这样的 能眨眸眼 这种自然人加进去 所以就是我们这种自然人 或者叫我们这种其他个人 根本就没有入到 事务局的眼里去 事务局就看不起我们 哎 你又不是买卖人 你连个个体工商户都不算 所以市中销售 我就不针对你了 不针对于咱们了 那么它针对于谁呢 它就针对于单位 这个单位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企业 或者是个体工商户 个体工商户 不就个人里面的个体工商户吗 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的下列行为 视同它发生了应税的销售行为 那么有什么行为呢 您看第一个就是说 将货物交付其他单位 或者个人代销 说的是代销中的委托方 然后我们先不看下面这个内容 我们直接奔到第二个 它说的是销售代销的货物 说的是代销中的售托方 那其实这两种情况 考试的概率并不是太高 它确实不算太高啊 但是我要给大家 把这个思路讲解清楚了 您看现在是三月份吧 我在一月份的时候 给大家讲的是初期会计实务 我们在讲初期会计实务里面 第七章讲的是收入 在讲收入的时候 就讲过委托代销 也是一种销售方式 对吧 那个我让别人帮我卖嘛 所以委托代销 也是确认收入的一种 一种方式 我们在一月份的时候 也是在这个陆克市 我是讲的初期会计实务的 收入里面的委托代销 讲的呢 分别是站在委托方和受托方 他们各自的账务 该如何进行处理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已经不是一月份了 是三月份了 我们同样这个陆克市 我就不再是给大家讲 他们双方各自的账务处理了 而是讲双方各自的税务处理 而且这个税务处理呢 也并没有给大家讲 企业所得税怎么处理 什么消费税怎么处理 没有 我给大家讲的是 税务处理当中的增值税 怎么处理 那就是关于 在这增值税有规定 说了要视同销售 委托方跟受托方 要视同销售 当然我仅仅这么一说的话 您还是不能理解 说为什么叫视同销售 他们真正的销售了吗 所以您看会有一系列的问号 那么在这儿呢 我们就给大家 就是举一个例子 而且呢再融入一些 我们到第四节会讲到的 比如说评销反例 如果您之前学过税法的话 您知道增值税里面 我们的第四节 有个评销反例的问题 都在这儿给大家 进行一个梳理 首先呢 我们把这个例子 给大家先进行一个介绍 首先委托方是谁呢 委托方啊 是青岛 青岛 有一个海尔公司 这个大家应该是耳熟能详的 对吗 然后呢 青岛的海尔公司呢 现在有很多海尔牌的冰箱 不太好卖 受疫情的影响 都在库房里面放着 然后现在呢 他就开始着急了 着急怎么办呢 就说哎呀 我翻翻电话吧 看看 谁销售能力比较强 帮我卖卖吧 这时候他就联系到了一个李总 然后他就给李总打电话 哎李总你现在忙什么呢 李总说了啊 我现在在天津的苏宁公司做销售总监呢 好 既然他在天津的苏宁公司做销售总监 所以这他哥俩关系还不错嘛 挺熟的 他就说了 哎呀你快受累 在你们天津的苏宁啊 帮我卖这一千台冰箱行不行呢 哎行 可以啊 这时候这李总就同意了 大家看一下啊 首先委托方是青岛的海尔公司 受托方呢 就是天津的苏宁公司 看着啊 天津的苏宁公司 此时委托方受托方都出来了 那么接下来呢 他就说你赶紧把你的冰箱给我发出吧 您看是不是要发出商品 发出多少台呢 发出一千台冰箱 就说把这一千台冰箱 帮我卖出去 好 那么您看在这儿啊 委托方受托方 就这挺好吧 这这这冰箱就开始运着 在冰箱还没有运到天津的苏宁之前 然后苏宁这边的李总 就开始给海尔打电话了 还问 说那个你给我运过来这个 我怎么个卖法啊 卖多少钱一台呀 对吧 那好 这个时候呢 作为青岛那边就说了 我告诉您啊 这个冰箱不是特别好卖 您呢 卖给天津的老百姓啊 两千二百六十块钱一台 看着啊 卖两千二百六十元一台 其实大家一看这个数就知道 卖给老百姓的肯定是零售价格 因为我们国家受这个前苏联的影响 这个我在谈古论基那讲过 受前苏联的影响 我们的定价模式 就价根税都合在一起了 所以老百姓听到的两千二百六 其实是两千块钱的冰箱钱 和两千乘以百分之十三 二百六十块钱的增值税钱 就是都是我们老百姓承担嘛 对吧 说他让我们卖两千二百六十块钱 然后呢 作为苏宁这块就说了 哦 我卖两千二百六啊 那我要卖两千二百六的话 那这个我能唠多少钱呀 我要给你卖出去的话 这时候青岛就说了 青岛海尔就说了 你卖出去一台呀 我就给你二百块钱 卖一台给二百 卖一台给二百 好 你看啊 二百元 哎不行 二百元 我们来看一下啊 是二百元 每台 这是卖给老百姓是 两千二百六十元 每台 好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就是作为苏宁这块 他完全是听海尔的 海尔让他卖多少钱 他就卖多少钱 然后卖出一台 我就挣一台的手续费 卖一台就挣一台的手续费 您知道这叫什么吗 这个呀 在我们后面 讲的第四节里面 就第四节的结束呢 这个我们讲的 叫做平销反例 你先听我说啊 他叫平销 反例 那么什么叫平销呢 就是他是多少钱 上来的 他就卖多少钱 就是完全听委托方的 委托方的 他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 你别涨价 因为涨价就不好卖了 就会影响销路 就会影响销量 对吧 所以这要平销反例 那么平销反例 是个什么概念呢 您看啊 谈妥了 苏宁说行行行 我听你的啊 我卖给老百姓 就卖2260 这时候呢 苏宁确实会卖东西 他打出这广告以后呢 哎 可能十天都不到 他就真的销售出去了 他卖给谁了呢 他都卖给了买方 买方其实就是天津的老百姓 那么既然他卖出去了 卖给了天津的老百姓 他就会给老百姓 因为我老百姓 不管是珠宝还是什么微信 我给你支付的时候 你要给我开票吗 所以他一开票呢 从售托方这 苏宁这块就开始 进入了税款的这个监管系统 就是我们税控收款机 那么税务局呢 就发现了 哎 你卖了一千台冰箱 那这时候呢 天津税务局就过来了 就跟他说了 哎呀 说苏宁 你可这个月的买卖不错啊 您可是一个 苏宁是一个一般纳税人 他你可是一个月 是一个纳税期 那么比如说 就是三月份卖的 你从三月一号 到三月三十一号 是一个纳税期 那你应该是 我们说纳税期限 完了就是征税期限嘛 我们简称为征期嘛 那你四月十五号之前 你就要把税款 给我税务局交上 对吧 所以税务局就跟 天津苏宁说了 你别忘了啊 你要把这个税款 给我交上 四月十五号之前 这时候苏宁就有点懵了 苏宁说 哎呀 您误会了 说我卖的并不是 我自己的东西 我是替青岛市的 海尔公司在卖 卖完以后 连假再税啊 我都给人家 我我我 不是我 我卖东西 所以这时候 天津当地的税务局 肯定就不愿意了 说增值税 本来是消费地纳税吗 啊 本来你卖到天津了 天津的税务局 是有权利来征税的呀 啊 你不能说 让我到青岛去征 我税务局到青岛 也不管用完青岛 还有青岛的税务局呢 对吧 所以天津的税务局 他临走的时候 就给天津的苏宁 留下四个字 说 你认为你卖的 不是你的东西 但是我视同你卖的 就是你这些东西 你就得给我算 肖像税额 就要视同销售 那这时候大家看看 如果他都把这1000台冰箱 都卖给了老百姓的话 他真正的价款 卖了多少钱 因为定好了吗 是2260 在2260块钱里面 是含着增值税的 那就是除以1.13 我们一会再给大家讲 怎么价税分离 价税分离完以后 其实一台冰箱是2000块钱 如果他把这个1000台 全卖出去了 其实总共卖了200万 那么作为苏宁这边 他的肖像税额 就应该是200万 去乘以13% 他的肖像税额 就是26万 就是26万 那么当税务局前脚刚走 苏宁就吓坏了 他就赶紧给青岛的 委托方打电话 哟大哥坏了 说我被我们当地的 税务局给盯上了 我们当地的税务局 非视同为我 卖我自个的东西 让我算肖像 让我往税务局去交税下 那这时候你看 我现在卖给老百姓了 我有肖像 但是我没有进香啊 然后我没有进香 我的税负就会很重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吧 我从老百姓手里 拿过来200万 再拿过来26万 226万 然后我 我按理说 我替你卖 我得把226万都给你 然后我再从我的药包里 掏出个26万来交税 我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我这不是赔本赚吆喝了吗 对吧 你看本来我价税 应该我是替你卖 我都得给你 然后我还自己弄个税款 我还欠税务局的 那不就坏了吗 所以此时 这个天津的苏宁卷害怕了 怎么办呢 海尔这边接到电话 他挺高兴 哎 别着急 兄弟 卖出去就是好事 都卖了是吧 啊 都卖了 没事 一会儿啊 现在是 你们当地的税务局 不是视同你卖你的东西 卖给老百姓了吗 嘿 我们当地的税务局啊 也视同为我 把我的东西卖给了你 那你想我委托方卖给你 你售托方不就是相当于是买吗 现在你售托方有了肖像了 你现在在寻求一个镜像 不就完了吗 哎 这时候售托方说 对哈 哦 那你要视为卖给我的话 我就有镜像了 我有肖像 我再有镜像 我就不怕他了 对 那他就会问海尔 哎 你给我开多少钱的镜像啊 海尔就说了 我不告你了吗 平晓 你 我让你卖给老百姓多少钱 你就卖给老百姓多少钱 你卖给老百姓多少钱 我卖给老百姓2260一台 那我也卖给你2260一台 这时候你看 是不是相当于 这个作为苏宁来讲 他的肖像税额 和他一会儿要取得的 增税装用发表的镜像税额 是一模一样的 没错 所以他的镜像税额 也是200万 去乘以13% 等于26万 哎呀 也就是说 作为海尔这边 他就要给苏宁开票 相当于是卖给了苏宁 你看 他 仕同卖给了他 他 仕同卖给他 这都是两个仕同销售嘛 一个是委托方 仕同往外卖 一个是售托方 仕同卖自己的 对吧 那好 接下来 你看 是不是委托方 一给他开票 他就有了 通过顺丰 就得到了一张 增税装发票 他就有了 镜像税额了 那么当他有了 镜像税额的时候 如果当地的税务局又来了 比如说4月13号来了 哎 你纳税申报了吗 交钱了吗 然后他说了 我交什么钱 我不交钱 为啥 因为我有肖像 但是我大哥 又给我寄过来一张 增值税装发票 是我的 镜像 肖像减镜像 为了吗 你看 是26 减26 等于零 我不需要给你交 增值税 那你说当地的 天津当地的税务局 能干吗 税务局说 你是 有毛病啊 这么好的营商环境 然后你白忙活 你一分钱不赚 然后此时 你说实话吧 到底怎么回事 这时候 天津苏宁说了 那个他 海尔就让我卖这价 不让我涨钱 说让我平销 平销呢 如果卖出去的话 他给我反例 反例是什么呢 每卖出去一台呀 他给我来200块钱 哎 我还真有本事 我呀 是全给他卖出去了 他是一台给我200 我一共给他卖出去了 1000台 对吧 一台给200 我一共给他卖出去了 1000台 说明我得了什么 20万 我得了20万 那么这时候 其实就跟我们的 平销反例结合了 虽然说平销反例 是我们后面 第四节的结尾那儿 才会讲到 但是我现在 先跟大家提前说一下 平销反例 应该怎么处理呢 天津当地的税务局说 哦 原来你们俩是 平销反例的合同啊 那行 那你也正常应该去交 资论税了 说我不交 我怎么交 我这是零啊 是有句说了 您忘了 咱们国家可是有规定的 但凡是平销反例的话 作为受托方来讲 你的销向税额 是你收老百姓的 这是不能动的 但是你取得的 那20万块钱 是要充减你的 进向税额的 因为作为委托方 他给你反的利 就相当于委托方 卖给你的 反的利越多 相当于是卖给你的 越便宜 越便宜 进向就会越少 所以在平销反例的情况之下 受托方 销向税额不变 但是会使你的 进向税额变少 别看你大哥 给你通过顺丰 优过来一张 增税这样发票 但是那个进向税额太大了 我要给他进行 抵减 那抵减下去多少钱呢 就看你收到了多少钱 大家跟我来看 说了 卖一台给我 200 我真有本事 我1000台 全卖出去了 对吧 那刚才我们说 1000台全卖出去了 那就是 他要给我 20万元 那么这时候 这20万元 应该怎么处理呢 大家看啊 是拿这20万元 除以1加13% 这时候千万不要说 我给他提供的 什么商务辅助啊 什么啊 这个这个这个 6%的税率 不是啊 平销反例 他这时候 我们就这 反的这个20万块钱 在做价税分离的时候 是跟冰箱 用一个税率 是用13%的 您看我们拿着20万 20万去除以1.13 然后我们再乘以 13% 我们能算出来一个 呃 两万三千 哎呀 两万三千 那我除以1万吧 除以1万吧 等于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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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啊 2.3 那么这时候 作为天津的苏宁 就寿托方 他应该给天津 当地的税务局 交多少钱的增值税呢 就把后面内容提上来了 平小反例 我告诉你 交多少钱 特别简单 我们就拿他的肖像 26 天津苏宁啊 26 减 减什么 他是不是得到了一张 增值税之后 专顾发票 是这个孩儿给了开过来的 26吧 但是要抵减这26 抵减现在多少钱啊 从26里面减掉 2.3 大家看看啊 在26里面减掉2.3 其实也好理解 26把括号打开 26减26 然后是加上2.3 说明网税务局交 2.3万的增值税 这就是平销反例 平销 看见了吗 平销就是委托方 告你社同方 卖多少钱 你就卖多少钱 我们以卖出去为 为那个 为快乐 为高兴 但是呢 你别加价 卖出去台 我给你 反点利益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平销反例 这种情况 好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看我们是不是已经把增值税的前两种社同销售就说完了 你看第一种社同销售 你看说的是谁呀 说的是将货物交付其他的单位或者其他个人代销 说的是代销中的委托方 这个代销中的委托方不就是我们说的海尔吗 海尔是不是也适同把他的东西卖给了售托方 正常来讲他不是卖给售托方啊 卖不出去的话售托方还是应该拉回来的 就是还让伪托方拉回来的 但是从增值税角度来讲 只要卖出去了 那就为了保持增值税链强的完整 就要适中销售了 就要适中销售了 所以你看啊 你看他怎么保持链强的完整 海尔公司这边 他原来买了很多白塑料进来 他都是抵了很多镜像的 如今让他视同为卖给了售托方 他就有销像了 所以站在委托方的角度上来讲 确实是有了镜像了 日后也有了销像了 很完美 那您看站在售托方的角度呢 他卖给了老百姓 他就有销像 但是他没有销像啊 所以他就视同卖给了他 他的销像就是他的销像 看见了吗 委托方的销像就是售托方的销像 所以售托方既有销像也有销像 他确实保证了 保证了增值税链强的完整 我们已经说明白了吧 这是关于委托方 这个要视同销售 视同销售给了售托方 那么售托方呢 也要视同销售 视同销售 是视同销售自己的东西 对不对 好 那么说完这个以后呢 我们顺便把平销反例给拿进来了 好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 是什么 高销反例 这我给他起个名字叫高销啊 就是人家国家给起的名字叫平销反例 我又给他起了名字 另外一种情况叫什么 叫高销反例 什么叫高销反例呢 你看啊 我给你 咱换个颜色 咱换个紫色的啊 咱换个紫色的 你看啊 我换一个紫色的叫啥呢 叫高 叫高销 然后呢 也给反利润 反钱 高销反例 那么这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呃 作为 这个委托方 海尔就高售托方 啊你帮我卖吧 对吧 然后呢 我呢 这个因为我这边 我给你要市中销售嘛 这是委托方说的 我要市中销售 然后我就卖给你呢 一台呢 是2260连增值税 然后人受托方啊 就是苏宁这边特别会卖 哎我告诉你啊 他就想了 我把这个活拿下来 我把这些冰箱拿下来 我一卖给天津老百姓 我卖3390 您一听3390 您就知道了 他是3000块钱的冰箱钱 390块钱的增值税钱 你看是不是受托方因此就挣了很多钱 所以他才愿意帮着海尔去卖吗 那么此时他就是一种高销 他只要是高销的话 他的销项税额 这就变成了 他卖给老百姓是300万 乘以13% 39万 他呢 进项税额呢 依然他卖给他还是200 还是26 那就是39减26 就会等于13 这叫高销 那么这一高销的话 你看站在受托方的角度上来讲 他是不是因此就需要在天津 交13万的增值税啊 对 但是呢 海尔那边 他并不知道苏宁卖多少钱 他也会跟苏宁说 兄弟 你帮我卖一吧 你帮我卖完以后 因为他确实占你的场地了 对吧 不管卖得出去 还是卖不出去 我都给你10万块钱 不管卖出去卖不出去 我都给你10万块钱 其实这时候这10万块钱 作为天津 苏宁也是白得的 也是收到了的 也需要在天津来交增值税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高销反例 对吧 你本来高销 你就在你这个环节形成了增值 你就挣着钱了 所以你要在天津交这部分增值税 然后给你反的这笔钱 比如说占据你的场地了等等 反的这笔钱 也需要在天津交增值税 这个也交 这个也交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高销不反例 对吧 高销不反例是什么 那就是人家海尔早就明白了 说你小子太会卖东西了 我就让你卖就完了 你那卖多钱卖多钱 你有本人就忽悠 但是呢 我就不再多给你10万块钱了 所以作为天津苏宁这块呢 也无所谓 因为他也没看上你10万块钱的 那个反的那个钱 对吧 人家看的是什么 我替你卖 卖多了呢 我就挣了多 我卖不了 我又给你拉过去 所以您就了解一下 跟我们前面刚才说的这个平销反例 以及高销反例 它确实不太一样 对吧 那好 回来我们还来看 关于这个两种适从销售的情况 先来说 你看第一种情况 将货物交付其他单位 或者个人代销 代销中的委托方 就是海尔 他什么时候产生纳税义务 他什么时候产生纳税义务 这件事情很重要 是我们本章第10节讲到的 绝对重要 他为什么要重要呢 就是比如说这个 我们说征纳双方嘛 是税收的法律关系 作为纳税人企业 他希望一万年以后交税才好 但是对于税务局来讲 他想要你现在交税才好 这两家不就容易打起来吗 所以增值税攒刑条例 以及实施细则呢 就要把它定下来 说到底什么时候该交税 但是我们说 你也不能说 说曹操曹操就到 也没有那么快 就是先说 你什么时候产生了纳税义务 那一旦产生了纳税义务 我们给你个纳税期限 把纳税期限内 所有产生的纳税义务呢 攒 攒完以后呢 给你一个这个交税的期限 就是我们说的争期 对吧 那好 关于这种委托代销的情况之下 委托方什么时候产生纳税义务 因为委托方是海尔 他当地的税务局是很难受的 为什么 因为他原来在做这些冰箱之前 抵了很多镜像啊 现在呢 这些冰箱原来还都在 海尔的仓库里放着 最起码税务局 他能看见这些东西 有食物在 好了 他现在都已经被车都拉到天津去了 说有局连看都看不见了 所以他着急呀 他就会说 他就总得问海尔 哎 你拉到天津那些冰箱卖没卖呀 人家给你钱了吗 卖了多少台呀 所以这时候就看 海尔只要收到了代销清单 就是到底卖了多少台清单 或者只要收到了钱 哪个收到了早 哪个就产生纳税义务 所以海尔那边就应该是 代应交税费 应交增税 消消税税罗 那就要产生纳税义务 但是如果海尔呢 他待遇行使他的权利 他总也不问 税务局着急呀 税务局说 你抵了这么多进项 增值税可是个链条税 如果将来没有消息的话 你的进项就不应该抵 你抵了的话 得给我做转出处理 所以税务局还有一招 什么 就跟美托方 就跟这个海尔说了 我告诉你啊 你不是 钱钱收不回来 清单清单收不回来吗 行 从你发出去这批货的 当天满180天那天开始 我就视为你已经卖完了 你海尔就立马给我 带应交税费 应交增税消消 正常卖多少钱 你给我算消消 所以这就是关于海尔 他作为委托方来讲 他什么时候产生纳税义务 您看 海尔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为海尔收到代销清单 和全部或者部分代销款 二者之中的搅扫者 哪个早 哪个他就应该带应交税费 应交增税消消了 若都没有收到的话 则于发货后 发货之后的满180天的当天 发生纳税义务 你就记住这个满180天就行了 然后接下来 先开发票的 为开局发票当天 我们说增值税 它完全是一个以票管税 因为我们现在求的是 法定的增值额 会叫法定增值税吗 那就是法律上让你扣的 你才能扣吗 所以他对票管得非常严格 票就是我们的法定凭证吗 那么在这 当然了 这个点是我们到第十节 可能展开才更好理解 就是说 作为海尔这边 你可能人家还没替你卖出去 苏宁还没说卖出去了 你就咔咔的给苏宁开票了 那你只要把票开出的去了 海尔你就应该产生纳税费 你就给我代应交税费 应交增税消消 你就应该在青岛当地交税务局 往税务局交税了 谁让你没事先开票呢 正常来讲得卖出去 他卖给老百姓了 你再卖给他才会 适中销售 才是应该产生纳税义务的 所以你只要先开票了 那么苏宁那话就会有进行 他都能抵 因此税务局就 少收税了 所以税务局一定会找到这个 罪魁祸首 就找到这个委托方 谁让你先开票 只要你先开票 早就产生纳税义务了 什么时候开票 什么时候产生纳税义务 所以你看 先开发票的 为开局发票的当天 当然这个你说我不懂 行吗 行 到第十节再讲 不完 好 这是我们说的委托方 他确实要 仕同为销售给了 售托方 他的纳税义务 何时产生 你也了解一下 然后接下来 委托方就是海尔 和售托方就是苏宁 都要缴纳增值税 这个大家能看出来了吧 委托方是 仕同卖给了售托方 仕同 呃 仕同卖给了老百姓 所以你们各自 都要缴纳增值税 那么委托方 开局增值税的专用发票 给售托方 则售托方就有了 记项 说明委托方的销项 看见了吗 委托方的销项税额 就是售托方的 进项税额 就这么简单 好 我们已经把 仕同销售当中的 前两种情况 委托代销 里面的委托方说完了 然后接下来 我们来说售托方 售托方这个就很简单 首先你看 售出时 按照结算的方式 来确定增值税的 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 这又是跟我们的 第十节联系起来 您看 我们刚才给大家举的例子 是苏宁都是卖给了 我们一千个天津的老百姓 老百姓买东西 往往就是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对吧 我给你支付宝 微信就是我找人家 这个支付宝借钱 但是我是给你了 支付宝就给他了 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作为卖方来讲 那就是你收到钱了 收到钱立马产生 增值税的纳税义务 这就是我们后面 第十节会讲到的 但是如果说 天津的苏宁 还就卖不出去 老百姓不买 他可能会找到 另外一个电器的批发商 那么他跟下一个 电器的批发商之间 可能就会奢销啊 可能就会分期收款啊等等 那也取决于 你用什么样的方式 奢销啊 分期收款啊 看合同 合同约定什么时候 产生纳税义务 就什么时候产生 这是第十节会讲到的 先了解即可 然后接下来就是 作为销售方 就是售托方嘛 就是我们说的苏宁 他要按照实际的售价 来算他的销项水额 他卖了多少钱 就要按多少钱 因为你给老百姓开票 你票开多少钱 你就要按多少钱算你的销项 视同为你卖 算销项水额 接下来 那么作为售托方来讲 他取得了 委托方给他开具的专用发票 可不可以抵扣金项 可以抵扣金项 刚才说了嘛 可以抵扣的 然后如果是 平销反例的话 那你这个金项 是要被修正的 是要被变少的 对吧 然后接下来 如果售托方收取的 与销售额 与销售数量 无关的代销手续费 你看他这里面说 你卖多少钱 和你卖多少 那个台 没关系 反正我就 你帮我卖就行了 我最起码还是占你的地儿了嘛 我给你一个手续费 你最起码帮我忙活了 帮我介绍了等等 这时候你看 他有个词叫什么 无关 但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讲过一种情况是 作为售托方来讲 他收取的是与销售数量有关的 你看 如果是有关的手续费 这不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平销反例吗 你看平销反例是不是有关 说你卖出去一台 我就给你二百块钱 那你要没卖出去 不就不给了吗 好 我们说了 如果是有关的 是按照平销反例来 平销反例是我们第四节 后面会讲到的 那要如果无关呢 就卖不卖 我都给你这些钱 你高价卖 还是你平价卖 我也不管了 反正我占用你地儿了 我给你钱 给你十万块钱 这不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高销反例 对吧 人也可能会涨钱卖嘛 对吧 赔钱他是不会往外卖的 那他如果受托方赔钱的话 他就不退回去了 我不给你卖了就完了 对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不是平小反例 他可能涨钱了 反正就是 人家就是委托方 会给他十万块钱的好处 那么这十万块钱好处 就是我们在这说的 看见了吗 收取的与销售额 销售数量 没关系 没关系 就卖不卖 我也给你这十万块钱 卖不卖 我都给你这十万块钱 大家看见了吗 这个手续费 那么此时 作为天津的苏宁 他在得到这笔钱的时候 就他在得到这钱的时候 他就应该正常的 去按照我们的现代服务 来交增值税 那么这十万块钱 应该怎么交啊 十万块钱 算是现代服务 现代服务当中的 两个跟技术相关 两个跟辅助相关 对吧 那么这就属于商务辅助服务 商务辅助服务当中的 经济代理服务 那么相当于是 他的税率是6% 我们到第三节会讲到税率啊 6% 卖不卖都给我钱 那就是十万去除以 1.06 然后再来乘以啊 6%等于 等于0.57吧 0.57 相当于是 给我们天津市的税务局 要交5700块钱的增值税 这就是应该按照现代服务 你看现代服务和生活服务 以及交通运输服务 都是一列的 对吧 他应该按照现代服务当中的 什么呢 商务辅助服务 这个您自己可以自己填一下啊 商务辅助服务 商务辅助服务 在商务辅助服务当中的经济代理服务 这个税务 6%的税率来计算缴纳增值税的销项税务 你看到现在为止 我们就已经把 适同销售当中的前两种情况 委托 代销 委托方也讲完了 然后受托方也讲完了 当然他的账务处理 大家就不用管了 那是您会计里面会涉及的 对吧 反正现在就都是 他适同卖给了 他给他开专票 他就是进项 他就是销项 所以他有进有销 他也齐全了 那他呢 卖给老百姓有销项 然后他给他开了一张专票 他有进项 他有销有进 他也全了 然后还提到了一个 到底是你涨价还是不涨价 你不涨价就叫平销反例 如果你愿意涨价 那就是高销反例 那么高销当中呢 他往往就是反了你那笔钱 其实平销反例 反了那笔钱 是充减你的进项税额的 但是如果是高销也反了利 其实他反的利叫什么 叫代销的手续费 那么如果是这笔代销手续费的话 他就应该按照我刚才说的 除以1加6%乘以6% 这个10除以1.06 然后再来乘以6% 对0.57 对0.57来交增值税了 所以其实很多内容 都是跟我们后面也会结合在一起的 比如说平销反例 后面还会讲到 好 这就说完了啊 这是我们试用销售当中的前两种情况 那么第三种情况呢 就极少会涉及了 就是关于 设有两个以上机构 并施行统一核算的纳税人 有关机构不在同一县市之间 移送货物用于销售 他说的是总分机构之间的事情 我们先来图看一下啊 比如说有一个是桌椅板凳的生产企业 它的总公司在北京 一般来讲总公司都会是在首都 对吧 那么它的分支机构呢 在天津 好 你想啊 它既然是做桌椅板凳 它不得买螺丝钉啊 它不得买油漆啊等等 那么它在总公司这 它是不是需要得有买东西 它买东西就会有镜像 没错吧 它现在把这些桌椅板凳都生产完以后 就在北京的一个仓库里堆着 但是它实在是卖不出去啊 怎么办呢 它不是在 它不觉得哎呦 天津好像有销路 那这时候它就会想 我到天津成立一个分支机构吧 然后成立个办公室 弄点销售人员 把这些桌椅板凳 看看能不能卖到天津去吧 所以它在天津看见了吗 就有了一个分支机构 它有了这个分支机构以后呢 它就开始把这些货呀 就运到了天津 那么在这有一个问题 您听着啊 因为我们的这个增值税啊 它虽然说是 这个虽然说是一个企业 但是它总分机构之间呢 各自交各自的增值税 为什么呢 我们在前面谈谷论金的时候 跟大家说过 为什么美国它就没有增值税 是因为美国各个州 都会有销售税 美国是个联邦制国家 对吧 它各个州都说的算 它有销售税 所以从国家角度来讲 它就不敢再加一个增值税 再加一个增值税的话 那老百姓的负担就太重了 但是我们国家不是 我们国家呢 是各个省 没有自己的什么销售税呀 没有 从国家的角度有一个税 叫做增值税 那么既然是国家的角度 它就会涉及到一个 这个国家 我们也都是这个这个各级政府啊 最高是中 这个这个中央人民政府 然后是省 然后是市等等 对吧 那么此时呢 我们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增值税啊 它是中央人民政府 和地方人民政府的共享 那就是比如说 北京 北京是北京市 天津也是天津市 对吧 那好 现在呢 比如说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总机构不在北京吗 现在啊 北京这个总机构 它在交增值税的时候呢 它交多少钱呢 它交300万 它呀在北京当地的税务局 交300万的增值税 那么这300万当中呢 有150万是归了中央了 还有150万呢 它是归了北京市人民政府了 好 那么接下来 你你天津呢 还有我们增值税就这样 总机构交总机构自己的 分支机构呢 交分支机构自己的 虽然分支机构 属于总机构里边一部分吧 但是它增值税的时候 各交各的 所以呢 你看它分支机构呢 也交总值税 交多少呢 比如说它交90万 你看啊 分支机构也交90万 它也交总值税 交90万 那么在这90万当中呢 有45万 就是50%是属于中央了 有45万呢 是归天津了 那么从这个角度 你都能看出来 也就是说 只要是一个企业 交了增值税 有一半是给中央的 有一半是给地方的 所以说 既然你在我 天津开了分支机构了 而且这个货物呢 又从我天津卖出去了 你也收款 我天津这个分支机构 也给人开票了 也收钱了 卖出去了 那这45万就必须要 留在我天津 你不能再回到北京去 因为所有的公司 总部全在北京 那你这么一来的话 那增值税 除了一半中央拿走的话 剩一半全归北京了 北京就够富裕的了 你让我们天津 还怎么活呀 你让其他的省市 还怎么活呀 所以增值税 它是要保证 地方政府 也得有一部分的税款 那怎么办 所以总分机构之间 虽然说 你看我们前面给大家讲 虽然说两个以上的机构 并实行统一核算 虽然是统一核算 但是总机构 叫总机构自己的 分支机构 叫分支机构自己的 如果你要说 我想一块交 那就是第十节 我们会讲到的特殊情况 可以一块交 非特殊情况下 我们天津市人民政府 也等着这45万了 能理解哈 这个意思 所以您看 正因为我们增值税 是全国统一的一个税种 然后呢 每一个企业交完以后 一半都是给了中央 另一半都是给了本 就是本省 都是给了本省 或者是本直辖市 本自治区等等 那么这时候 它的总分机构 如果隶属于两个城市 或者叫两个直辖市 那么两个直辖市都要守 所以你看 它就是各交各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那你想想啊 这个北京的总机构 就把这一板凳 就运到了天津 你不就是为了卖吗 那么你到了天津以后 它确实就卖了 就卖给了天津老百姓啊 它就有肖像了 那么这时候总分机构之间 它是互相可以开票的啊 我们是总分机构之间 在增税税里面 是各自核算的 所以这时候 分支机构这 它卖给老百姓 它这种肖像啊 它缺近像啊 没关系 我们就视为总机构 卖给了分支机构 所以你看分支机构 卖给老百姓有肖像 它还有近像 那么它的近像是谁的 是谁给它的 总机构给它的吗 那不就相当于是 总机构视为卖给它 总机构就有肖像了吗 总机构原来做这些 周一百姓的时候 买了很多东西有近像 所以你会发现 总机构这边 也是近像 肖像都齐了 分支机构这边 也是肖像 近像全齐了 你看是不是 总机构 肖像 减近像 分支机构 肖像 减近像 也确实为了保持 增值税变量完整 也确实跟我们后面要讲的 第十节 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没有特殊情况之下 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 总机构 交总机构 自己的增值税 分支机构 交分支机构 自己的增值税 那么都一家人 一家人干嘛还分着交啊 因为你隶属于两个省 两个省的财政 都等着着你要这笔税款了 能理解哈 所以大家了解一下 但是这个考得的概率 并不是很高 就是总分机构 分别核算 了解这个思路 就OK了 这也是 视同销售的第三种情况 您看见了吗 就是我再说一下这句话 设有两个以上机构 并实行统一核算的纳税人 相关机构不在同一个县 不在同一个市的 你想一个是北京市 一个是天津市 它肯定不是在同一个县 一个地方 说明它触犯到两个税务局 就冒犯到两个税务局 两个税务局都各自有自己的政府 所以我们都要服务于本政府 那么这时候 之间移送货物用于销售的 就是视为总机构 卖给分支机构 或者分支机构卖给总机构 不管是怎么卖 分支机构也可能卖给总机构 我们都要视上来销售 好 这种情况考的不多 了解即可 好